Leo聊四季 黑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八字天人對上Poshimian 這場比賽是超級極小地圖的要塞地圖 這場比賽是由兩位頂尖高手 Cupchi對上MBL Cupchi這個名字有點像日文的Cabitz 有點想詞 所以我們把這場Cabitz的發音其實就蠻好記的 這個只要有相近日文的發音 我都可以唸得比較順一點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這樣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就是要塞 要塞的話都會給箭塔跟城堡 而且是這個四軍模式 但MBL這裡也太大膽了 雖然照理來說這張地圖確實是用國王去探圖 一開始 你可以用肉碼去拉野豬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用你的肉碼去拉野豬的話 還可以用這個刺口去放到城堡裡面回血 但是這張地圖太小了 小到國王跟肉碼 基本上冠個幾圈就沒事幹了 好 那我們就看到MBL的成本已經被拆掉了 欸? 他的城堡是不是沒有在攻擊啊 對耶 沒有在攻擊耶 但是他的成本已經被射掉了 哇沒想到這一場開局就已經看到COPCHI 已經開始要來速攻了嗎 瘋狂猜10強 但是MBL好像沒有點到對方的成本的感覺 好那沒關係我們看一下這兩邊的頂尖高手 會怎麼打這張極小地圖 那這個系列呢我們頻道大概幾個禮拜前有做過一次 那這一次是比較素人玩家在玩的 所以很快就結束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頂尖高手是否能在這種 極小地圖裡面打出一番的戰術 好那目前看到兩邊的人數都差不多 來到了16P 準備要來點到封建時代了 那這個聖物分布呢一樣是五個 一個中間 兩個都在右邊左邊的 黃金礦的部分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都是一個正常的野金野石 就是有點少 左右兩邊分布各一個 那這邊怎麼時候多了兩個 好那這邊石頭還有還有兩個 怎麼看起來霸彈亭這邊更有優勢一點 沒有關係喔 Poshimia城堡時代很厲害喔 城堡時代有這個火槍兵喔 那到了地龍時代還有榴彈炮 但這種極小地圖來說 感覺不會打到地龍時代啊 城堡時代的感覺就是極限了 那很有可能他們兩位玩家是選擇了隨機文明 所以才會選到Poshimia跟這個霸彈亭 不然以這種地圖來說 的話可以選擇一個 極速上地獄網的啊 或者是打一個快攻很強的 當然什麼 封建 庫曼大衝車之類的 但是有城堡在的情況 庫曼大衝車可能效果不是那麼好 畢竟 人家村民也會去扁衝車的 而且城堡傷害很高 你想用其他P去支援衝車也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真的說要打快攻的話 似乎 好像遇到城堡的情況下 都不太容易成功 所以 所以Poshimia跟拜登廷這兩個文明 我覺得還算OK啦 不會太差 最近拜登廷升地龍時代的資源很便宜 單TC樹上地龍時代也是有點優勢的 好 這邊看到普通的四級跟冰工廠 那這邊地圖的土地支援有限 所以不能隨意把建築物亂蓋 這邊MBL是決定把四級跟冰工廠 蓋在這個邊邊角角 那這邊看起來是要打直層 但這個直層的P數相當奇怪 21P上去 然後按了三村 雖然看起來是蠻快的 那不如打個22加2 多個一村上封建支援會更好一點 沒有關係 可能MBL他自己有什麼考量 就繼續看下去 那目前看到MBL這邊是 已經要來點到城堡了 但是拜登廷有城堡時代已經點下 那拜登廷這邊樹地王的支援非常便宜 只要600多肉跟400多黃金 就可以up上去 還是500多 好像是500多的樣子 所以他這邊只要再撒幾片田 甚至待會不用撒田 稍微賣石頭買上去也是OK的 那以拜登廷這個樹地龍的能力來說 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其實Posimia這個文明可以選擇不選 選擇馬來可能也是不錯的選擇 以及馬來的生時代速度也很快 不然選義大利之類的 義大利生時代的時候也是有這個減免的 那以樹地龍來說 拜登廷是具有優勢一點的文明 節省資源實在是太多了 好 那目前看到拜登廷人準備點下了 帝王時代 那MBL這邊城堡時代才剛補下而已 還有2分 1分半左右 那這個是4G模式 但這個國王居然沒有在這個城堡裏面 好 目前拜登廷果然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 果然賣了一些資源 哇 好快啊 哇 好快啊 10分35秒減帝王 好扯好扯 10分30秒減帝王 這就是拜登廷 單TC之旅喔 當初我一直在講 頻道第一年 當初在講拜登廷速地王這個戰術的時候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對CD5不熟 一直說 怎麼可能拜登廷人會打 單TC速地王這個戰術 藍爾士尚還是有的 但是很少數 因為這個戰術需要非常嚴格的配置 一般玩家是不太容易打出來的 只有在這種頂尖高手裡面才能看到的戰術 好 那目前看到拜登廷人這邊是打算要來升到帝王 波西米亞這邊是剛上城堡時代 欸 那個拜登廷一升到 欸 這個 波西米亞一升到城堡時代喔 地龍時代還差一點資源喔 好 差10肉 欸 尷尬囉 MBL 10肉 欸 沒肉然後你就去伐木了 他這邊想要樹地王 也要出巨頭跟這個火炮 但以限階盾來說喔 他這邊轉火炮其實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產巨頭會更有優勢一些喔 所以榴彈炮升級喔 可能也會看不到 頂多看到波西米亞突然轉老頭攻勢喔 畢竟波西米亞金冠喔 這個波西米亞改革喔 可以讓老頭的這個造價跟升級科技喔 只需要肉類喔 而不需要這個 黃金喔 所以波西米亞的地龍時代喔 這個肉類需求是更吃緊一些的 好 那目前看到班人亭呢 這邊是化學補下了 那這邊地龍時代研發當中 好 那一升到地龍時代的班人亭 第一台投石車 一定出台了 這個巨頭 能優先開菜喔 優勢非常巨大 那波西米亞在這個地方喔 可以趕快補下自己的大學喔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的關係 如果他要第一時間反制對方的巨型投石技的話 這裡又可以先下個大學喔 然後馬上補個化學出來 那一升到地龍時代喔 就可以產出火炮進行巨頭的反制了 好 那MBL這邊是選擇了戰車攻勢 那戰車這個單位呢 雖然遠防很高 遠防有7 但是遇到城堡的傷害喔 還是很痛 會有點扛不太住的 好 這邊戰車打巨頭傷很高喔 好 已經卡到城堡下方的位置 這邊直接卡位打巨頭 能夠機會拆得掉嗎 唉唷 再一台過來拆掉了一台巨頭 這一波MBL打得非常漂亮 這一波攻勢看起來是有機會化解 敗戰體衣宿地王巨頭的攻勢 而且戰車已經卡到城堡下方的位置 他可以繼續輸出他農地裡的村民 目前看到MBL這邊城堡已經掉了 他待會不能產出巨型投石 但是上方又補了一棟新的城堡 這棟城堡可能會是MBL的救命線嗎 好 那這邊看到他兩台戰車在下面 然後有這個巨頭在左邊先架起來 那這邊就是MBL 可以趕快去補大雪 或者是補這個巨頭 看是反制回來 那現在農地裡有這個戰車架的關係 所以敗戰體能現在已經是斷村的狀態了 那現在是誰沒有城堡 誰就輸的一個情況 所以MBL這邊可能還是要留一點肉 這個石頭去修理城堡 好 這裡有一隻刺猴想要衝進去嗎 活往在野外哦 還是刺猴去秦王 可以考慮哦 這隻肉麻在反擊哦 好 肉麻打肉麻 哇 抓了一村 不虧 OK 這兩台戰車已經快要被劍塔給解決掉了 現在這邊巨頭打得非常歪哦 MBL這邊連300肉都沒有 全部的資源都挖了 挖這個金木哦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哦 只要能迅速拆掉對方的 城鎮中心或者是城堡就贏了哦 而且破西米亞還有戰車這個單位 打巨頭傷害其實還不錯 還是就是要貴了一點哦 要非常多的木根基 好 這裡感覺有點打不太贏 看來是要果斷放棄這根堡了 好 這裡放棄城堡哦 卡不去 城堡的下方的巨頭問題哦 也終於解掉了 好 只是這個 城這個戰車的問題 好 這邊肉麻想要過來解 但是卡住位置 這邊肉麻要不要上去幫忙一下呢 哎 MBL的肉麻怎麼送掉啦 好 這邊送掉有點尷尬了哦 好 這邊巨頭兩台還活著 三巨頭一直打歪 雖然有打到一些 但是沒有三發同時命中 所以村民應該是還可以繼續修的回來 OK 城堡終於拆除 MBL這邊村民術來說是稍微 領先一點點的 但是看不起這邊又突然復更農田了 肉類又開始拉起來 開始按村民 按到了20村 MBL這邊是領先5村而已 哇 這個奇妙大戰 趕快轉個 猴石車 或者是火炮吧 火炮的感覺就更實用一點了 還是要住金箭塔裡面 把這個箭塔給拆了 直接連環塔插進去 不行了 人家有巨頭了 連環塔不成立 忘記人家有巨頭了 三台巨頭 好 這邊按的是什麼呢 現在還沒有木頭 這個比賽 非常莫名其妙 但是還蠻有趣的 好 頭車 要按頭車嗎 還是要按個火炮呢 但是還要補個大學 MBL應該有意識到吧 哇 結果 結果 工程器製造所 打得到 結果先轉出火炮是敗戰亭啊 哎呀 敗戰亭火炮出來之後 MBL可能就無力回天了 火炮這個單位 非常的兇狠 哇 果然被打掉了 MBL這邊這時候才減下了 直播技術 但是 班廷先出產火炮的一個優勢 這個地位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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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砸掉了火炮 但是 自己的巨型頭死機 也被三台巨頭給拆掉了 那目前來說 MBL是相當劣勢 人家還有三巨頭 甚至火炮還繼續開產出來 蛤? MBL這邊 要用頭死車秀一波嗎 看頭死車 能不能秀 得問過火炮這個單位啊 火炮是可以輕鬆解掉頭死車的 好 這邊村民直接開扁 哇 自己的火炮自己砸 好 等一下直播技術 直接全動員 村民開扁 後面的火炮 欸? 國王來吸引村民 國王親自下戰場啊 指揮戰局 但是MBL打錯 結局 真的是受不了 這個是我我也受不了 TC都被拆光了 然後這邊不管這蓋哪裡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都被拆掉 很難受啊 那MBL很可惜 沒有即時點出這個化學 化學早點點下去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吧 那半天體這邊打得很好 這個火炮化學有即時展出來 即時三巨頭出來 也沒馬上按火炮 是慢慢的還是把這個資源囤起來 然後後面村民再稍微把這個肉點起來 點了一些村民 然後村民慢慢也補了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 狀況啊 經濟狀況是 孟柴呢 贏了100 15贏了400 黃金贏了500 石頭則是贏了988 哇靠 波西米啊 這個石料怎麼贏這麼多啊 這是不是顯示有問題啊 為什麼拜登廷石料40 他沒有挖石頭嗎 我們來看一下 欸 他真的沒挖石頭欸 啊 欸 他沒有挖石頭嗎 那他怎麼 啊 他是用買石頭去修城堡 甚至不修 然後城堡的這個石頭完全不挖 然後把這個所有的經濟 配到木跟金裡面了 但Mbill的挖石頭 哇這個影片又再次證明了 挖石頭是會傷經濟的 這個經濟傷到連化學跟火炮都點不出來 哇 真的是 又再次證明了 這個挖石頭傷經濟這件事情 但沒有想到 這個不挖石頭的一個效果 如此強大 畢竟這1000資源 拿去挖去黃金 或是木柴 產出火炮跟巨頭 感覺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